当我们讨论神学议题的时候 可以多问一些 简单的问题 例如 所以呢 这有什么大不了呢 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探讨称义的教义 我们问 所以呢 我们的称义 有什么重要性 因信称义后 又有什么结果 称义对我们而言 有多重要 这又产生什么结果 保罗 他在 罗马书的前五章 解释了这个问题 在第四章的结尾 他以亚伯拉罕为例子 做了总结 他说 所以 这就算为他的义 接着在四章二十三节 算他为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这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写的 就是 我们这些信上帝 使我们的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人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 写了这些话之后 使徒接着写了这个结论 请注意听了 所以 顺便说一下 每当你在圣经中看到 所以 这个词的时候 你最好暂停一下 因为 这就表示 作者他 准备要总结一段论述 或教导的重点了 明白吗 因此 我很讶异 这节经文 竟然被放在 第五章的开头 毕竟这节经文 其实是第四章的总结 总之 给经文标记章节的人 选择把它放在五章一节 所以 我们既因信称义 也就是说 我们的称义 已经完成了 是已经发生了的事 是发生过的事了 现在 既然我们已经 因信称义了 这对现在的 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保罗说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上帝相合 我在这里先暂停一下 我们称义的第一个结果 就是与上帝相合 好的 保罗和其他新约作者 都曾用不同的言词 来表达过这一点 关于 关于与上帝相合这件事 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就是和好的概念 我们要知道的是 和好有个很基本的要素 少了它就不会有和好了 那就是失和 没有失和的人 不需要和好 所以在和好发生之前 一定是先有某种分裂与失和 所以才需要和好 新约圣经讲得很明白 在我们天然的堕落状态中 我们是与上帝为敌的 这个我们天然的状态 就是与他不合的 我们不愿去想到他 我们不想被他统治 我们想要远离他 几年前 我曾经受邀到某间大学去演讲 那间大学有一个无神论的社团 他们邀请我 从护教的观点 来对无神论者讲一些话 我硬邀请网 那时 我对他们说呀 我知道你们反对基督教 认为上帝并不存在 我很乐意回答你们 任何的反对观点与思想 但我想让你们 知道我的想法 我会配合你们 但我深信 你们其实都知道 上帝是存在的 你们真正的问题 也不是理智上的 而是道德上的 你们真正的问题 并不是缺乏有关上帝的资讯 或者是证据 而是你们恨上帝 当然结果可想而知 他们并不接受 我说的话 他们简直想剥了我的皮 你怎么敢控告我们恨上帝呢 是吧 如果你走到街上 去问路人说 你恨上帝吗 你很少会听到有人回答说 对 我恨上帝 但上帝说 我们确实 恨他 我们每个人在天然的状态中 都是如此 都与上帝为敌 关于这点 整本圣经 都是用了 同样的一个比喻 就是战争 这战争啊 可不是一件好事 我们处在动荡不安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 战争的可怕 当战争结束时 那可是普天同庆的 我记忆犹新 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 在1945年的夏天 那时候 我住在芝加哥 我的父亲 在欧洲战线打仗 战争结束 他即将从陆军中退伍 虽然亚洲的战争 还在进行着 当时 我正在芝加哥的街上 玩棍球 玩着 玩着 当时我们玩到一半 我手里拿着球棒 突然间 仿佛整个天都开了 女士们从公寓大厦里 跑了出来 手里拿着锅具 敲敲打打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整条街都是这种吵闹的声音啊 他们 边跑 边喊着说 结束了 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终于结束了 呃 我还记得 当时 整个城市 都弥漫着 欢乐的气氛 因为终于宣告和平了 但是 和平协议 从来都不长久 几乎每个和平协议都会被破坏 三年之后 到了1948年 我可以跟你们细说 当时冷战带来的恐惧 是怎么样的 当时 我还是儿童 学校每个礼拜都会安排原子弹攻击的避难演习 因为苏联有原子弹 而且随时都可能会丢过来 似乎就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对此 大家都心怀恐惧 但是 当上帝宣告和平的时候 当上帝签订和平协议时 就没有被打破的可能了 没有任何危险 任何的事情 能够再一次地带来可怕的冲突 耶利米提到旧约中的假先知 他们说 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路德曾讲过世界的平安 那种平安只存在于言辞上不是真的 但当我们被称义时 这带来的第一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那就是与上帝和好 战争结束了 上帝不再与我们为敌了 我们也不再与他为敌了 对吧 双方的隔阂消除了 我们此刻 一直到永远都与上帝和好了 在今天 即使是基督徒彼此之间 也很少谈论这一点 与上帝和好 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有了和平之君的和平了 还记得主留给我们什么吗 在他离世之前 他对使徒们说了什么呢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路德说 不信主的人光是叶子 吸取生 都能让他们吓得发抖 因为他们没有与上帝和好 他们内心都惧怕着上帝的愤怒 这边我要补充一点 那就是 我们是被拯救脱离了什么呢 脱离上帝的愤怒 所谓的救赎 是把人从上帝的愤怒中 救赎出来 上帝拯救我们 脱离他自己的愤怒 脱离他的审判 我们被拯救脱离了这些事 正因为我们与上帝和好 因为我们有平安 所以我们 不必惧怕上帝的愤怒 他的愤怒是一个人 所能遭遇的最可怕的事情 在和好之后 保罗接着说 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上帝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 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所以称义的第二个结果 就是得以进入 不只是进入 这恩典之中 也是得以 进到他的面前 还记得亚当和夏娃 所受的惩罚吗 他们被赶出 伊甸园 只能住在伊甸园东边 上帝派基督伯 在伊甸园的东边 拿着旋转发火焰的剑 这是为什么呢 是要阻挡亚当和夏娃 再次进到上帝的面前来 但现在 这发火焰的剑 已被挪去了 圣殿里的曼子 已经列为两半了 现在我们得以进到 上帝的面前来了 我们被收纳为子嗣 得以进入上帝的家庭了 这就是称义的其中一个 美好之处 得以被收纳 成为上帝家庭的一份子 如今 我们可以称上帝为父 上帝的话语 不断地呼唤信徒 来亲近 亲近上帝 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尽一切所能 要更亲近上帝 障碍已被挪去了 上帝叫我们 坦然无惧地来 坦然无惧 不是骄傲 不是吊儿郎当地 来到上帝面前 圣经告诉我们 要预备好自己 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知道上帝 无所不在 对吧 他的同在 有时候 会有特别的彰显 最主要的彰显之处 就是他的家 就是教会 所以 每一次看到人们 穿着邋遢的 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总是感到惊讶 他们穿了像 要去看球赛 或是要去海边玩一样 我心里想 如果他们是受邀 去白宫吃饭的话 他们一定不敢 穿成那个样子 不论你对总统 抱持什么样的意见 你都知道 那种场合 是很尊贵的 每个有文化的人 都知道 有些特殊的场合 是需要 适当地穿着的 当我们亲近上帝时 我们是来到 至圣者的面前 我们原本是被禁止 来到他面前的 对不对 现在 我们得以进前来 就该预备好自己 要带着敬畏 喜乐 平安的心情 因为知道战争 已经结束了 知道我们 已经与上帝和好了 我要再补充 圣经中的 另一个概念 我们被称义 得以进入这恩典里 亲近上帝的时候 我们是在基督里 得以亲近上帝 上帝将他的义 归算了给我们 但我们不是自己 去到上帝的面前 而是被我们的救赎者 带过去的 你们学希腊文的时候 可能都有学过 希腊文的单一介词 这包含了 EIS EIS 还有这个 N EAN 所以 当圣经告诉我们 要信靠基督时 圣经 是叫我们 要信进基督里去 我们现在 在这个 房间里边 是因为 我们刚刚 经过了 那扇门 我们还没 进门的时候 就还不在 这房间里 我们必须 从外边 进到 里面来 这个动作的 希腊文就是 EIS 进到某处 关于 称义 我们被呼召 要信到 基督里面去 因为 当我们信到 基督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就处于 保罗常讲的 那个状态 就是 在基督里 And Crystal 我们在基督里面 基督也在 我们里面 这就是 称义的 伟大 结果 之一 凡是 被称义的人 都从外边 被带进 里面了 我们都在 基督里了 我在基督里了 如果你是基督徒 那么 你也在 基督里了 这定义了 我们彼此之间的 关系 因为 既然我在基督里了 我怎能恨另外一个 也在基督里的人呢 我们怎能 彼此相恨呢 我们必须要 彼此相爱 因为 我们都一起 被称义了 也一起 被收纳进 这个家庭了 我在基督里面了 他也在 我里面 你也在 他里面 他也在 你里面 所以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 看见大光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为什么 保罗当时根本不认识耶稣 没有遇过耶稣 没有看过耶稣 但是他很热切地摧残基督的肢体啊 所以 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逼迫我的百姓 你逼迫我的教会 你就是在逼迫我 因为我在他们里面 他们也在我里面 我们彼此是连结 在一起的 对不对 这就是 我们称义 所带来的 结果之一了 保罗接着说 我们 因信得进入 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上帝的荣耀 光是这节经文 我们就能用六周的时间 来讲 何谓 欢欢喜喜的盼望 新约圣经 一直都在讲盼望 有了信心 与称义之后 盼望随之而来 这很难理解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 盼望这个词的用法 与圣经对盼望 一词的用法 是彻底不同的 我们一般所谓的希望 是没有把握的 我们没有把握一场球赛 它的结果如何 不确定自己 期末考的成绩会怎么样 你期末考考的如何 我希望我能够 及格 你没有把握 你并不确定 而且还很害怕 但是新约 所讲的盼望 并不是一种 与欲望或期望 有关的感受 而是一个确信 能够确定 这个应许 在未来 一定会实现 所以盼望才被称为 灵魂的谋 它能够使信徒的心 安稳 而我们的这个盼望 就是面向未来的信心 相信上帝必会成就 他所应许要成就的事 所以随着信心和称意 而来的就是盼望 盼望 上帝的荣耀 我最想要看见的 就是上帝的荣耀 毫无遮掩 完全纯粹 清晰可见 你们能想象吗 在天堂 见到基督的面 会是怎么样的呢 能够 有福分 见到 他完全的 荣耀 蒙上帝的荣耀 遮盖 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保罗说 这个盼望 使我们不至羞愧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盼望而羞愧 因为这个盼望绝对 不会落空 这就是我们赖以 成圣的基础 我们恐惧战精 做成自己的救恩 并不像没有盼望的人 我们很努力 尝试 效法基督的模样 并 不会担心说 最后会失败 我们知道最后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的成圣之路 就是以称义 所带来的确信为基础的 所以彼得说 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赵和拣选 坚定不移 如此才能成圣 成为他的样式 对不对 所以称义的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成圣 那么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关系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也是争论开始的地方了 例如在雅各书中 雅各所说的 似乎与保罗所说的 唯独因信称义有所冲突 但事实上呢 这两卷书其实是在讲 称义和成圣之间的关系 若上帝许可 我们礼拜三会仔细地来探讨 雅各书如何说明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及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中 关于这点的教导